汪老师你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说是选拔这种人才 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这个梦 做着异梦的 异梦 梦意的这些孩子们 你觉得我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大环境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 这个我们当时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考 我考上海戏剧学 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文学系的 戏剧文学系 住在那个地下旅馆 考生们都住在那 都在谈文学 就是所有的考生 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了 大概两三百人 他招十几个人 所有人水平都很高 我当时感觉都看了很多书 那么考 到现在的情况呢 考文学系的 基本上 四大名著没有读过 然后什么什么的 就问为什么 说电影也没看过 考电影学院的真的 他说学校不让看电影 他高中嘛 没有时间看课外书 就变成考题 你知道吗 每年的这个难度就在下降 最后是要救活这些考生的水平 就出题我有同学还在学校 就是说那没办法了 那就是出个文学常识就行了 以前上海戏剧学院考试是 考生直接写一个戏剧小品 就考这个 那么你就自己一定是自己 专业喜欢 这就是一个门槛 你要不然戏剧的那个小品的结构 那个格式你都不知道 但现在呢 就是写篇散文 散文你都会写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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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你当面之 我们下试 这温暖 你都会写 你都会写 您都会写 本本人 我们下试